圆白菜也总是炒着吃了 这样做简单又好吃 大家好,我是刘宇 今天跟大家分享 呛拌圆白菜的家常做法 清脆爽口,开胃简易 下酒又下饭 饭店做的为什么那么好吃 相信许多朋友不知道 大厨今天分享详细的做法 简单又结地气 两块钱就能做一大盘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试 首先准备一个新鲜比较嫩的圆白菜 最要是选择这种包得比较松 有的地方叫牛腥包菜的这种 吃着口感比较脆嫩不会发硬 如果包得紧的包菜吃着口感非常的硬 从中间切成两半 再去掉这个硬心不要 可以用来做泡菜吃着口感非常的爽脆 再把包菜多分成几层 这个目的是让四处的包菜大小更均匀 当然如果为了口感更好 这个包菜帮子比较硬的也不要 全部撕成大小均匀的块备用 接下来准备点小料 大蒜两颗先拍破 然后再剁成蒜泥 稍微剁细一点 这样香味更浓郁 剁好放入盆中 小葱一根 把葱白和葱叶分开放 葱白切成粒 用来呛油的时候用 葱叶切成葱花 拌好后再放入 增加香味又搭配翠绿的颜色 切好放入另一个盆中 蒜泡盆中放入适量的干辣椒段和少许的花椒增加香味 食材准备好后进行下一步操作 起锅烧油 放入适量的葱油 油温烧至六成热 然后浇入有花椒辣椒和蒜毛的小盒中激发出香味 调味放入适量的盐 拌扫了鸡精味精和少许的白糖和味提鲜 少许的白醋和适量的橙醋提味 适量的蒸鱼此油提味提鲜 少许的香油增加香味 然后用筷子搅拌均匀 集成料汁 这就是呛拌汁 学会这个做法可以拌汁很多的凉菜 吃着的味道都非常的不错 搅匀后先放一旁 接下来起锅烧水来汆烫原白菜 水开后放入适量的盐增加底味 少许的白醋可以使烫出原白菜口感更加的爽脆 而且颜色还特别的鲜亮 接着倒入原白菜保持大火 用勺子翻动让其受热均匀 汆烫的时间切就不要太长 会影响脆嫩的口感 开锅后组织30秒钟即可捞出 然后倒入提前准备好的凉白开中过凉 凉头后倒出控干水分 接下来拌至把凉头控干水分的原白菜 倒入一个比较大的盆中 接着倒入提前兑好的料汁 然后用筷子翻拌均匀即可 用比较大的盆和提前兑好的料汁 这样拌至来味道更均匀 最后再放入小葱花稍微翻拌 即可装入盘中 这样一道经济实惠开胃简易 下酒下饭都不错的 呛拌原白菜就做好了 跟着家常菜 请关注刘易美食 感谢您的支持 喜欢的朋友 记得帮忙点赞评论转发收藏 我们明天再见 感谢您的支持